本章主要分享的是公社点交经验25堂课中的第24堂课 强调的就是说 试着给自己增加一些所谓的管理工具或所谓的筹码 那基本上的话你在点交 那点交基本上传统部分的话是预售物点交 那另外一个部分的时候也有可能你今天 你针对这整个已经有蛮久时间的 你所谓的做一个所谓的建物再造计划的时候 那时候你会有个点交 那彼者个人就有一个经验 参观某一个南部豪宅 他在建筑再生计划里面的点交计划的过程当中 会议之中就看到一组设备 蛮好的 据厂商的说法 就是所谓的结合VR跟AR的消防防灾的BIM制组救灾系统 那AR跟VR其实基本上那个概念 VR就是所谓的虚拟的 那AR的话就是实体增进 那也就是说基本上你今天只要戴上那个头套跟眼镜 你看到的东西看到的是所谓你这整个建筑设计里面的3D影像 跟什么 跟实际建户之间的整合 那也就是说基本上来讲 你今天如果说你大楼在有事故的时候 你今天戴上这个模拟眼镜 对不对 他可以告诉你说 基本上来讲哪里会有消防设施 那他会告诉你哪里有起火点 甚至告诉你说哪里有生还者 那基本上的话 他是透过那个类似红外线的东西 又或者是用其他的方式去侦测 我们今天讲的微波的方式去侦测前方 所以基本上你在走的时候 他不仅给你一个电源让你可以往前走的安全 第二个部分他可以告诉你 你的逃生路径在哪里 然后你需要多久的时间 那同样的你前面有一个障碍物挡住的时候 他会提醒你 为什么 各位想想看 如果万一真的有火灾发生的时候 你在地下一二三楼的时候 你根本什么东西都看不到 为什么 因为所有的电源可能都失效 甚至有人认为说 消防灯理论上来讲都会有 都会还可以运作 但事实上就个人的经验来讲 很多消防设备那个电池都已经老旧了 又或者说他没有定期更新 所以他其实撑一小段时间而已 那都没办法去讨生 那如果说假设备来讲 你有这个设备 那你就可以在停电的情况之下 达到底下七个功能 那这个部分的时候 在文章我都有提及 基本上他在停电的情况之下 提供所谓的限时空间 跟设计空间的警示跟说明 那当然他会告诉你说 在原本的设计的时候 哪些安全器材放在哪里 那第二个部分的时候 他在停电的时候 他提供一些所谓的生物讯息 就是所谓的逃亡路线 那第三个部分 他提供你一个方向 那他当然基本上来讲 他有所谓的定位系统 可以让外面人知道 那因为他有感测器 所以你可以知道现场的状态 那还可以显示所谓的距离长远 那第四点的部分 他会告诉你说哪里最热 举个例子 火灾到起火点在哪里 类似 那基本上是可以从温度感测的 那再来部分的时候 他有所谓的水平定位 跟垂直定位功能 然后最后面的部分的时候 他是可以download下载的 也可以说基本上来讲的话 可能他原本你这个头套里面 是没有这样的资料的 可是他可以透过所谓 我们今天有点类似 我们今天讲的手机的连线方式 去取得最新的资料 然后他可以提供夜视镜的功能 跟阻碍物品的分析 最后面的话 因为他是自备电源 所以不受插座跟电线的基盘 那像这样的东西 我个人觉得是说还蛮值得推广的 那我们常讲 其实有些东西的时候 你在点叫一个东西 不是说厂商给你什么东西 或写给你什么东西 你就点什么东西 那当然这样的话 已经是最基本的 可是如果一栋大楼 是你想住进去 或者你想住很久的时候 其实你需求你可以提出来 但是最重要的事情是 你本身要有一些合理的想法 就举个例子来讲 你又觉得说 如果这个设备装在这里 可能会有异味 你本身有这种概念的话 基本上来讲 你就可以要求厂商去做改善 那同样的 你有这样的概念知道说 原来监控系统可以做到这样子 那这样其实厂商在 你要求他其实做一个 很小的软体更新 那你这样的目的就可以达到 那像这样子的事情 都有助于 我们讲这样的支持 都有助于 你在做整个公设点 叫思考方面 这个议题方面的自我成长 感谢各位收听 更多有趣的内容 请各位参考 物业管理精英的66个工作DNA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站住 还是 mapped 说出来 喜欢 听 File 现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石 x 启点赞 可